深厭的好几个月的张飞终于在中天新闻独家献身了 骑着重机的她被我们中途拦截 用招牌笑容面对的镜头 她强调说她没有忧郁症 这段休息的期间 除了跟朋友由环岛游山玩水 也筹拍了贺岁电影还有演唱会 对金钟奖她说因为节目停了 不好意思出席颁奖典礼 但是借演戏剧的她倒是很有信心 奇迹嘛 很快去就跟大家见面啊 一身黑色皮衣还戴了顶骷髅安全帽 骷髅项链外加系上锚钉皮带 其对哈雷机车的张飞被中天新闻独家拦截 综艺大哥大神引好几个月 她终于现身了 沿途不但有车友大喊她的名字 还有许多民众要求合照 还有什么忧郁症看就知道 忧郁症 忧郁症 你看我这个形象真的平易近 张牌笑声破除了忧郁症谣言张飞说我快乐的不得了 我有车友船有重机返船飞机啊 所以我的朋友特别多那趁这个时候休息突然觉得哇海阔天空 休息这段时间除了晚重机环岛筹备演唱会张飞也下南部拍赫岁电影 其实我一边在玩啊一边那么也接喜 然后我发现拍电影的那种感觉啊 更能够接近我所要的生活 虽然节目被迫喊咖 综艺大哥转个弯往大荧幕发展 五元敲响金钟张飞可是很有信心能够骑金嘛 我这个人又是好胜的人嘛对不对 总是希望就是说不管参与任何工作都希望要很有一点成就 这一次有入围啊这一次有入围但是因为突然节目已经已经那个休息了嘛停了嘛 那停了以后我自己也觉得很怪也觉得很怪 有一点不好意思去参加 这段时间放下工作张飞友山完帅目前已经有新节目跟他洽谈主持 预估总统大选之后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中文权员周聪育人想拍新竹采访报道